字幕提供 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我们今天呢 要开始讲 MateLab的基本介绍 那我们第一张呢 先简单介绍一下 MateLab小传与外观 介绍一下MateLab它是怎么来的 它大概长什么样子 具有什么样的功能 那如果你连到我们的课程网页 上面的时候呢 你就会看到 我有把这个礼拜的进度 还有作业都已经放上去了 那进度方面呢 有一个连结 你点下去呢 就可以连到我去年的录音录影 所以你可以听到去年上课的内容 那基本上是大同小异 那今年呢 我就有一些去年已经录好了 我就不再重录 那有些去年录坏的 我可能就会把它装起来 下次你会看到 我装三支麦克风 现在只有两支 下次还要再加一支录音进去了 那就会就表示我再录影进去 那现在今天应该是不需要 好我们来看MateLab的小传与外观 第一个呢 MateLab它的名称叫做 Matrix Laboratory 那很明显 这个MAT就是Matrix Lab就是Laboratory 所以你翻成中文就叫 矩阵实验室 那哪家公司推出来呢 叫做MathWorks 那MathWorks 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你把它拆开来 一个是Math Math是什么 数学 Works 表示什么 你翻成中文要怎么翻 一个字 叫行 听得懂吗 MathWorks就是数学行 就表示说你可以用数学 做各式各样的事情 很多公司呢 叫MathWorks 有的语音辨识的公司叫 SpeechWorks 就表示说我的语音行 所以它这个意思就是说 它里面都是做很多数学的运算 所以你有时候你看MathWork 看不懂 你把它拆开来看就看得懂 那么MateLab呢 是各种动态系统模拟啊 数位讯号处理等等 这些标准的程式语言 像什么叫数学 数位讯号处理 就是我现在讲话 讲话立刻要入到电脑里面去 那个声音把声音的讯号抓下之后 你要做各式各样的处理 要做量化 然后再把它储存到你的数位的格式 这个整个过程都叫数位讯号处理 各位打电话也是 打电话你讲进去 声音如果直接要送到对方 是送不过去的 因为频宽太小 它要做什么事情呢 第一个它要压缩 它立刻压缩 压完以后要立刻送过去 而且要及时送到 那这种就有很多数学 数位讯号的处理在里面 那我们为什么说它是这种 标准的程式语言呢 因为很多各种的数学 或是所谓的科学的计算呢 都是靠MateLab来达成 因为如果你不用MateLab的话 会被很多的细节会被卡住 比如说各位说用C写 我上一堂课讲过 今天写一个算矩正和反矩正 用C写一遍 我想应该是一个礼拜应该写不出来吧 那如果你算写出来应该是bug一堆 可能我run along 就会有什么segmentation fold bug error 一堆问题在里面 因为C是很低阶的语言 它要处理很多底层跟系统打交道 MateLab帮你隔开来 一定要处理数学的部分就可以了 那它这边很多的计算核心呢 都是由这三个东西 第一个叫icepack icepack事实上是 也是一样你把它拆开来 icepack pack是另外一个字 ice叫egensystem 各位学过egensvalue egensvector 就是那个东西 整个叫egensystem pack指的是一个package 是一个软体 整个一包软体 limpack是linear equation的package 这两个都是有一群很厉害的数学家 大部分是在美国 它们就发展很多数学软体 那把它发展出来的source code 是当成一个public domain 大家来用 那大家用了有问题再回应 然后它们再继续往下改 所以等于说是一种服务业就对了 那icepack和limpack都是用fortran写的 fortran语言 有写过fortran请举手 没有学过吗 有听过请举手 有几位同学有听过 fortran语言是很早的一种语言 特别是在数学计算方面它用的很多 但用现在标准来看 fortran已经有点过时了 但是我听说fortran这个语言 还是有继续活下去 而且还继续在改进当中 但是它并不是这么popular 不是这么常被用到 所以最后呢 这群数学家就继续开发一套软体 叫LaPAC LA叫Linear Algebra 所以各位都知道 我都学过课了 然后PAC叫package 那LaPAC是新的东西 它就背上icepack和limpack 那继续改进下去 而且它是用c写的 所以要整合会比较快一点 所以从这里讲到这里 各位就知道 MateLab里面内部的核心语言 用的是什么 是public domain的东西 所以只要这个LaPAC有改进 MateLab就跟着有改进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有问题麻烦各位同学 就是直接举手 我们会尽量回答各位的问题 那刚开始这个介绍呢 就是例行性的 就介绍一下它的历史和未来 很快就过去了 那么我马上就会介绍 怎么样用MateLab 真正用在计算上面 MateLab呢 在1978年呢 就已经出来了 那时候呢 谁写呢 是用Fortran写的 它的作者呢 就是这位 这位 慈祥的老头 他叫Cliff Moller Cliff Moller呢 他在1978年那时候呢 他也是IPEC和LIMPEC的作者 那他也是跟我一样 每次上课的时候 看到同学在学这个线性怠速 每一个都歪着头 不然就是眼睛眯着 很难把这个精髓交给学生 大家都觉得这一本无聊的数学课 所有学员也不知道在干什么 所以那时候呢 他就用Fortran写了一个 MateLab Matrix Laboratory 这是他的第一次出现在1978年 那时候呢 这个MateLab大概只有80个Command 你就可以算 IconValue IconVector 解线性方程式 然后画一些简单的图形等等 算行列式等等 那么他写出来之后 大家就用 教给学生越来越来越知道 就对这个线性怠速 比较有点深入的了解 1978年 你知道那个年代 是连PC都没有的年代 所以大家必须 要用的时候 要连到所谓的Terminal 到终端机前面 然后连到主机 然后就开始做一些简单的运算 而且都是Command Mode 就是打一个一个Command 打进去 然后算完结果就跳出来 那 这个是 这几位呢 就是The Authors of Limpeg Limpeg 的四位作者 分别这四位 这个是在1978年 抱歉 这张照片应该是1979年 那其中 Cliff Mohler 就是中间这一位 年轻的时候就留胡子 老的时候还是留胡子 所以看不出来到底有没有变很老 看起来年轻的时候也是老老的 这样看起来岁月比较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那么他在1978年呢 他写出来MateLab之后呢 他陆续在各个学校使用 那到1980年初呢 他就到Stanford去开课 开课的时候呢 也是用MateLab在教线性代数这门课 那在教授的时候呢 就一些CM的人来学 那有些电机系 有一些工程的人来学 那对于CM来讲呢 他们那时候就觉得说 这什么东西啊 Fortrait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语言 其实算一些数学到底有什么用 所以就很看不起 这东西没什么用 但是呢 对于学工程的人来讲 学电机 学材料 学土木 学机械的人来讲 他觉得哇 这东西非常有用 你要算的东西丢进去 泡泡泡去算 算出来以后 还帮你把图画出来 他们就觉得这个对MateLab的评价很高 那么那时候呢 那时候呢 Stanford有一位学生 那时候可能已经毕业了 那么他叫Jack Little 那时候 那时候他已经在Silicon Valley 在矽谷 在一家公司里面做事 那他从他的学弟听到说 诶 这个Cliff Moller 做一个软体很有用 那他就看学弟的demo demo 他觉得这东西有用啊 我可以把它商品化啊 所以呢 他就决定说 那就去跟这个 Cliff Moller 这个老头谈看看说 诶 我们一起来开一家公司吧 那Cliff Moller 听到说 诶 这个小伙子来找我开公司 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我为什么要跟你去开公司 这个 我在当教授 当得好好的 我为什么要跟你去创业 万一失败了 不是死得很惨 所以他就说 不要 我不去 我不去开公司 但是你要去创业 没问题 我扣了给你 你就尽量去用 尽量去把它写得更好 所以1984年 这个Jack Little 他就开始 自己一个人开公司 他说前五年也是铲蛋经营 一个人 校长兼工友 一个人写程式 要做Customer Support 要做会计 做得很辛苦 但是慢慢有起色 更有趣的是1984年那一年 Microsoft也成立了 PC慢慢出来了 那这位Jack Little 就想到说 我们将来的计算 难道一定要靠这种 Super Computer 或是这种VMX IBM的大型机器吗 事实上是因为那个东西都很贵 很复杂 他就想说 那我们应该以PC为主 所以1984年 Microsoft起来 他就把他 MateLab这套程式码 就搬到PC上面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步 这一步走下去呢 就注定他将来 会一路跟着PC 蓬勃发展下去 所以他就开始在 加州成立了Masswell这家公司 成立了几年之后呢 越做越好 越做越好 然后他就把他搬回 麻州 麻州在哪里各位知道吧 加州 美国分东岸跟西岸 加州是在 在哪里 东岸和西岸 在西岸 麻州在东岸 两边距离很远 坐飞机要六个小时 因为这个Jack Little 他老家在麻州 他就把他搬回麻州去了 他就开始那边 就越做越旺 火越烧越旺 公司越做越好 等到过了好几年之后 他再回去找Cliff Mohler 说你看 当初我借用你的code 现在公司已经做这么大了 你觉得怎么样 要不要来一起加入 那Cliff Mohler那时候就开始想说 我交出也交了二十几年了 领的是死薪水 那还不如到公司去冒险一下 反正也快退休了 后来他就加入Masswell 然后就在里面跟这个Jack Little 一起进去把Masswell 把Masswell这项东西越做越大 如果你有数值运算的问题 比如说你一个反矩症 你算去 明天知道他的反矩症 他的值 他的反矩症是存在 算出来是不对的 那你就可以把你的问题 直接寄到Masswell 谁会直接回答你 就是 这个老先生他就会直接回答你 所以 所以 这个老先生等于是Masswell 里面的 正家之宝 里面的 最厉害的人 因为他写Limpact I-Spec 所有数值运算问题 最后都会落到他头上 各位可能还不记得 1994年的时候 Intel的chip發生一个错误 就是 是硬体发生错误 就在计算的时候会发生错误 那时候引起全世界的恐慌 万一算错了 飞机飞到天上掉下来怎么办 那还要 可是Cliff Mohler一发解这个问题 他就在网上post说 这个问题可以用软体解决 他把它写成一个library 就把它毙掉了 所以那时候大家对Cliff Mohler 就 那时候就是变得很出名 大家知道原来Masswell有这一号人物 对这个底层的数学都很了解 事实上Cliff Mohler应该是很有名的 只是 只是后来发生那些事情以后 让他变得更有名 那么Masswalk 就是一路跟着PC发展 到1993、94年 我们的这个 TripleW起来之后 他很多东西也全部都搬到TripleW上面 他也是少数几家公司 把所有的发展程式 Debugging Tracing这些问题 全部在Web上进行 那事实上我就是 我1992年在美国拿到PhD 然后1993年就加入这家公司 在那边坐了两年 所以这家公司里面的细节 我会比较清楚一点 那我那时候也是从加州 飞到麻州 我在加州的Berkeley Berkeley是靠近旧金山 我金山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各位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去一趟 那那个地方呢 天气呢 永远是保持十度到二十度中间 夏天的时候也是二十度多一点而已 冬天的时候 不会下雪 不会加上零度以下 大概就是五六度而已 所以天气非常棒 所以各位将来一定要去 我在那边加州待了六年 然后呢 1993年我就飞到麻州 那才是真正考验的开始 麻州冬天可以冷到零下-20度 你各位可以拿一支温度计 放到你家冷冬库量看看 看里面是几度 应该还不到零下二十度 然后零下二十度的时候 它有所谓的wind chill factor 风一吹 它就会到达零下-40度 我常常讲一个笑话 上过我课同学都知道 零下-40度 我那时候觉得很稀奇 哇哒 -40度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景象 我就寄个email 给我说在美国同学 我现在这边是零下-40度 那有人就寄email来问 -40度 那到底是摄氏还是华氏啊 你也不讲清楚 一点也不像一个工程师嘛 -40度 我故意不写 华氏跟摄氏怎么转换 F等于什么东西 F等于5分之9C加32 在-40度的时候 F刚好等于C 所以你根本就不用讲它几度 因为两个刚好一样 你可以算看看 所以-40度真的是冷得不得了 但是很多故事我后续再慢慢讲 那些冷到很多奇怪的现象 你都很难想像 但你住在台湾你没有这种感觉 所以就是我从加州到麻州 第一个最大的感觉 但是冷虽然很冷 但是春天很漂亮 一到春天的时候 在台湾你有没有看过整棵树都开花 可能有 在那个大礼堂前面 在毕业季的时候 那个应该是凤凰木嘛 整个都红色 但是美国很多树到春天 春天一来 它整个树都开得满满的密密麻麻 好像一个大花树在上面 那那个其实因为 其实你可以想像 它们能开花季节 就只有两三个月 开了花到十月 十一月又开始下雪了 然后就全部凋谢掉了 所以春天会变得很漂亮 好我们继续往下讲 那MainLab早期是以矩阵运算为主 第四版推出Handle Graphics 第五版你就可以建立各式各样不同的资料形态 那么MainLab是一个计算核心 这个核心呢 虽然MainLab这些东西呢 基本的东西通通有 但是围绕它边边有很多Toolbox 比如说对于Image Processing 它有一个Image Processing Toolbox 对于Neural Networks 它有一个Neural Networks Toolbox 对于Signal Processing 它有一个Signal Processing Toolbox 那这些Toolbox就让它有能够扩展延伸 它们有各式各样的功能 那事实上我在MainLab那时候 就开发了一个Toolbox 叫Fuzzy Logic Toolbox Fuzzy Logic叫做模糊逻辑 模糊逻辑是什么意思 有没有人知道 各位知道铜板嘛 丢铜板 你丢100次 正面反面会出现几次 可能应该是接近50次嘛 对不对 你丢1000次它的几率 你慢慢就知道 所谓大数法则 你慢慢就知道 它是正面反面的几率 各式二分之一 这个叫几率 所谓的几率是可以用做实验 来去验证它的 那模糊逻辑的意思就是 模糊的 模糊的意思就是 其实它 因为模糊是取的Plus 叫做主观的逻辑 或是主观的几率 譬如说我说一个人很漂亮 我叫他一 很丑 我叫他零 请问九孔得分几分 有零吗 没有那么惨吧 这个九孔你当然不是很好看 你不会给他0.9嘛 对不对 那我问你 金城武呢 应该是0.9了 对不对 这个 林志玲呢 应该是0.9吧 有人给他 应该0.99 那就是1了 对我来讲就是100分 那这些东西呢 你说它有没有一个几率可以验证 没有吗 它不是丢红板 丢完后可以验证 它是好看或不好看 那这个东西就叫做模糊逻辑 各位觉得很好笑 这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啊 对不对 但是它就是有用 有用在哪里 这个我也不仔细讲 所有主观的逻辑 主观的几率 都叫模糊逻辑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走路走在沙漠里 那忽然看到 哇 快渴死了 没水可以喝 那看到 诶 有一瓶水在那里 抱歉 抱歉 有两瓶水 第一瓶水 他说这一瓶水有毒的几率是十分之一 然后还有第二瓶水 第二瓶水 它有毒的模糊逻辑的概率是0.1 两个都是0.1 一个是有毒0.1 一个是fuzzy 但是你不喝你就要死了 可能十天后你就要死掉了 其实你要喝哪一瓶 你会喝哪一瓶 这两个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一个跟你讲说 它有毒的几率是十分之一 0.1 就表示说今天如果你有十瓶 今天有一瓶会有毒 绝对把你毒死 另外九瓶是完全无毒的 所以这叫几率 所以你选哪一瓶的话 你就有十分之一 你就会挂掉 另外一瓶呢 它说有毒的fuzzy的概率是0.1 表示说它是有毒的程度只有0.1 表示你喝下去只会肚子痛 拉肚子 但是不会死掉 所以这两个不一样在这里 让各位回去想看看 这个跟这个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我只是想到突然讲一下 那么在meta里面 还有simulink跟stayflow simulink是用于模拟 用于模拟各式各样的动态系统 不管离散时间或是连续时间 这一套软体 那stayflow是模拟有限状态系 那因为这两个我们在这堂课 比较不会碰到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讲太多 那么这是一个简单的方块图 下面简单的架构图 下面是以MateLab为基础 旁边有各式各样的toolbox 那MateLab也有所谓的MateLab compiler 你把它可以compile成C语言 写MateLab比较简单 那你把它compile成C语言 就可以直接使用 那在上层有simulink simulink是根据MateLab再往上延伸 stayflow又根据simulink再往上延伸 那甚至simulink和stayflow 它有可以C程式码 它可以产生C程式码 然后又可以产生VHDL 就有可能直接去燒成晶片 所以这边有很多软体的 有各式各样的功能 好 MateLab第七版 长得是这个样子 你如果把它安装起来直接打开 长得是这个样子 你可以看到它有三个主要的视窗 切成三份 那你随时可以把它关掉 这个是主视窗不能关掉 这个关掉 这个关掉 这个可以显示 你的目录架构 这个可以显示过去打的command等等 那么你也可以 就我刚刚讲 你可以把它关掉 你可以做各式各样的配置 你可以点选回到default 你可以把它关掉 剩下一个主视窗 你可以选default 又回到三个视窗形式 所以我MateLab 简单的介绍就到这里 接着我们来看 第二张 第二张初探MateLab 所以各位 对MateLab 大概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叫Matrix Laboratory 里面全部都是矩阵预算 当初只是为了做矩阵 那没想到后来呢 有各式各样的应用 各式各样的应用 包含做Animation 做所谓的Scientific Visualization 好 MateLab安装完之后 第一件事情你会想做什么事 你会想检查版本 比如说 这是我的MateLab 字可能看不到 我把字体放大一下 我最近刚来一直在开 开了一堆视窗 跟记忆体没释放 结果现在它没办法 显示完全的选单 沒關係 我就照着头影片上面打 你第一个你打Version Version就是版本的意思 它就跟你讲说 我MateLab版本是R2011A 这是最新的版本 但是呢 各位如果用的是比较旧的版本 也没有关系 大部分的功能都是一样的 那你也可以打Version 它就秀出一堆东西出来 包含MateLab的主要版本 还有各式各样 Toolbox的所有版本 会全部秀出来给你看一遍 那拿到MateLab 再过来的事情 你会想做的事情 就是测看看 这些数学运算的速度有多快 各位别忘了 我当初开发Limpack iSpec 这些软体呢 很多是用来做效能的测试 比如说你有所谓的Super Computer 我的电脑到底有多快 我就把它Limpack iSpec 里面的一些Routine 丢去里面测试 就可以得到一个客观的数值 前一阵子呢 各位如果上网打这个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Top 10 就可以找到全世界最快的十台电脑 在什么地方 前一阵子呢 是大陆是第一名 大陆有所谓的天河一号 天河二号 他们呢 就是他们其中用了很多GPU在里面 所以也是Round这些Limpack iSpec 丢进里面跑 就可以得到一个数值 然后他把数值公布出来 大家就可以来超级比比 看谁的电脑最快 那最近呢 我查的结果呢 现在目前又是变成日本最快 那前一阵子呢 IEEE Spectrum上面就在讨论说 是大陆最快 是不是代表 美国的国力已经衰退了 那你会想说 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 事实上有很大的关系 你电脑运算得越快 你就能够设计越精密的机器 你的研究就会做得更突出 所以电脑速度的快慢呢 事实上是攸关一个国家的国力 好 你拿到MateLab 第一个呢 你要测试你电脑的速度 那你要打什么呢 打Bench B-E-N-C-H 偷影片我把它拉开一点 叫Bench Bench不是板凳的意思 事实上也是板凳的意思 不过它是Benchmark Benchmark呢 中文我不知道怎么翻 Benchmark就是说 你做一个标杆 然后来测试说 你的速度有多快 或是你当做一个标准 你直接打Bench进去 来我们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Benchmark 它在做各式各样的运算 做完以后给你一个表 跟你讲说 你这机器抱歉不是太快 第一名呢 是Windows 7 Enterprise 64bit 2.66GHz 第二名是Linux 64bit 2.39GHz 等等 我这是排名第五 那你会想说 那你到底在算什么东西啊 出现一些一堆图 跳来跳去 那这边有个表 你可以看得出来 我后面可能不是看得很清楚 这边写的是 LU LU 叫LU Decomposition 记不记得LU在做什么事啊 LU就把一个矩阵 把它拆成上三角跟下三角 然后来解这个线性方程式 所以叫LU Decomposition FFT叫做Faced Fourier Transform 快速复列转换 OD叫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解长维分方程 然后Spots是稀疏矩阵 2D就是二维的绘图 3D就是三维的绘图 所以你看到图在那边跳下去 它就是在测试你绘图的速度 因为你要测一台电脑到底有多快 它不只是CPU的问题 所以要看它显示多快 所以这边就得到各式各样的数值 譬如说这台机器 抱歉这字比较小 不过你回去可以试看看 这台机器它LU只用了0.09秒 但我要用到0.24秒 所以我显然就输它输很多 它把每一项数值所需的秒数 全部列出来 但有时候呢 跑一次可能不是很准 而且有时候呢 你如果Memory用料太多的时候 它在跑的时候 它会没有Memory可以用 那就会整个慢下来 所以有时候跑两次会比较准一点 我们再试一试看会不会比较好一点 但我怕我这边Memory 可能也是被吃掉一堆 所以跑的时候看起来有点顿顿的 好像有点进步了 进不到第四名 因为第一次跑的时候 它有东西要漏的进来啊 等等有的没的 所以现在进步到第四名 所以如果说你跑这个 发觉你是最后一名的话 你就最好要换一台比较快的机器 不然的话跑不动 很多东西会跑不动 好 所以就是用Bench 来测试电脑速度 接着呢我们来看 一些变数和基本运算 简单讲呢 你这个两个大鱼的符号呢 就是它的提示符号 叫Prompt 然后呢你可以直接打 你可以把它看成像一个 手持式的那种计算机 我可以把它打进去 5乘2加3.5除以5 答案就出来了 那它会把答案存在一个变数 叫Answer里面 这是一个内建的变数 每一次只要你打完一个运算 它就先存在Answer里面 那当然呢你也可以将运算结果呢 送到另外一个变数里面去 我写X等于5乘2加3.5除以5 我就叫X等于2.7 那这样的话它直接会把X的结果印出来 但是呢如果你不想MateLab每一次都显示结果 那很简单你把它加一个分号 这样的话它就直接把这个计算结果送到Y 但是不显示Y的值 那Y就可以在后续做各式各样的应用 那这边这几个很简单 我就不做Demo 我们就直接跳过去 那么这边有一个简单几个简单的规则 变数命名规则 第一个字元必须是英文 A到Z大写或小写都可以 后面你可以接数字或者是底线 但不能接其他东西 只能数字或底线 最多只能有31个字母太多 就会被MateLab忽略掉 所以你取变数名称的时候不能取太长 他们31是够用的 但是最近有人跟我讲说 我们写MateLab程式的时候 这边已经跟你讲说是英文嘛 所以你能不能用中文当作变数名称 在这里是不行的 但是前几天我去开会有人跟我讲说 在Python里面可以用中文当作变数名称 比如说可以写我的名字等于张志兴 我的名字就变成一个变数 那变数就可以做各式各样的处理 听起来还蛮有趣的 但是是有趣 会不会有用 这个我就不知道 可能也是没什么用 因为写程式嘛 最后你会发觉你的变数名称很重要 你要取的变数名称必须一看 你就了解这个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但取到最后你会辞穷 不知道取什么东西 然后最后就开始乱取 取AABBB XYZ 写出来code就是让别人都看不懂 那三个月后你自己回来看 你也看不懂你在写什么 所以这个是一个要小心的地方 那MateLab在使用变数的时候 不需要做宣告 你不需要做variable decoration 你不需要宣告说 我这个变数是一个double 这个变数是一个integer 这个变数是一个float 都不需要 因为它内建都是用double来储存 所以所有的数值呢 都是用最大的精确度来储存 所以这个是你不用担心的地方 但这边也会引申出另外的问题 就是说它会吃掉很多空间 所以你用MateLab 最常碰到的问题就是out of memory 就是跑跑跑跑 只有所有memory 都被它的所有变数储存空间 就把你占住了 你要再create一个变数 抱歉 没有了 所以这时候就把memory把它清掉 这是要注意的地方 这我们后续还会提到 好 如果要加入注解呢 就用百分比 好 考你们一个问题好了 看谁能回答我 看谁能回答我 有什么程式语言 也是用百分比当作注解 有没有人知道 C用什么当注解 就是slash 星号 C++呢 两行slash JavaScript呢 两行slash Python呢 我也不知道 我没写 井字号 井字号 ShareScript也是井字号 Batch檔呢 REM 那什么也用井字号 也不 也用百分比 没人知道 好 这个让你回去查 查到了寄Email给我 对了我们就算八分一次 但是我只抓第一个 后面就没了 第一个寄给我的 因为我怕有一个人记得到后面 都说 我也知道 我也知道 都是室友嘛 问一下就知道了 然后就全部寄来 好 MainLab就是 就是Matrix Laboratory 所以一定要能够 处理矩阵跟向量 那么向量 英文叫Vectors 我这边写的不是很一致 Matrix 叫Matrix 这边写负数型 我这边应该写负数型 我没写 那Matrix的负数型是 M-A-T-R-I-C-E-S 这要小心 不太一样 所以呢 你可以直接写 S 等于 E-3-5-2 然后冒号 那S呢 这个变数呢 它里面就是一个向量 它的值呢 就是E-3-5-2 那你可以直接写 我说那T等于2乘上S加1呢 我就得到T等于3-7-11-5 那就直接2乘上里面每一个元素 加1 就把每一个元素全部加1 所以它做矩阵的预算 这边呢是非常方便 那我们先仔细看 那现在T是3-7-11-5 好 再往下看 我要取出它的其中一个元素出来 或者是我把其中一个元素把它代换掉 原先是3-7-11-5 我说T3等于2 就把第三个元素把它代换成2 所以这是T呢 原先是3-7-11-5 这时候就变成3-7-2-5 因为这个被代换掉 那我可以 out of bound 虽然这个T呢只有四个element 我可以直接要设定第六个element 你看我说T6等于10 也没问题 直接呢 就把T变大 那第五个元素呢 就直接设定成0 T6就是10 就直接长大给你看 这个就是 在跟C里面很不一样 C里面你就要做一堆事情 如果矩阵原先是固定size 你就要把它把它 把它 让它长大 矩阵是可以 我们假设它是动态去配置它的记忆体 哪个command 哪个命令是让它长大的 各位知不知道 Malloc是长一块给你 长完之后你还要让它再长大 举手一下 来 对 Realloc 就是再加东西进去 来来 这个 看起来好面熟啊 不过我忘了你的名字 来来 找出就要登记 所以在C里面 你必须Realloc 再加memory给它 才去 加东西上去 但是在Malloc里面 它就全部把它做掉了 所以直接设定 这个等于10 就解决了 那你要把 其中一个元素拿掉怎么办呢 拿掉呢 你就把 譬如说第四个元素 我设定成空矩阵 这样就是一个空矩阵 那么这时候5就不见了 你看T就变成372010 这个5就直接被我拿掉了 所以再把空矩阵 空矩阵或是空集合 这些矩阵处理 各位一定要知道 因为马上座位就会用到 因为马上座位就会用到 接着我们要建立 我们刚刚讲的是向量 接着我们要建立矩阵 在建立矩阵的时候呢 我们有所谓的Row跟Column 所以Row的意思呢 就是指横列叫Row Column就叫直行 所以我讲一列一行 分别指到Row跟Column 这个不要弄错 就像我们常常讲说 我们讲这一行程式 实际上是有点误 就是误用 应该讲这一列程式 因为我们中文讲 直行 横列 所以行跟列 我们在这里是特别要规范一下 如果要建立一个矩阵呢 可以在每一个横列结尾 加上分号就可以 比如说我打这个样子 1234分号 5678分号 90 11 12 然后用个中括号把它刮起来 这样我就可以直接建立一个矩阵 所以这个A呢 就等于12345678 90 11 12 接着我就开始要对矩阵做各式各样的处理 第一个呢 我把第二列第三行元素值改变成5 那我直接写23等于5 所以第二列在这里 第三直行在这里 所以应该是5678 这边原来是7 但我这样一写的时候 它就把这边直接改成5 所以A的内容已经被改掉了 所以你可以抓任何一个元素 你要可以直接把它改掉 那你可以呢 这个就稍微越来越复杂了 比如说我要抓 你看 你看这里 矩阵的第二横列 这边我放2 这是第二横列 然后第一至第三行 所以是1冒号3 通常我写1冒号3 就是1到3的意思 1冒号5就是12345 所以这代表我要抓第二横列 第二横列在这里 第二横列在这里 然后我的column index 是1到3 所以是123 这时候抓到 抓出来是565 所以我就把565 直接设定成B 所以这个B向量 就是一个内容为565的一个向量 好 我们先休息10分钟 顺便我的电脑可能要重开进一下 到时候咱们跑MateLab